作為黑白和彩色的照片 作為黑白的照片 和彩色的照片 是一種視覺的藝術品 意義來說 基本上都是一樣 都是一些視覺的藝術品 平面藝術品 但給別人的感覺就完全不同 對作者來說 例如有些作者選擇黑白照片 有些攝影師喜歡做彩色 例如我 如果我真的想拍照 我會選擇黑白 因為黑白交給我一個 是一個我再創作的世界 是完全超現實的 是在黑房裏 我又可以再次創作的 是一件很完整 很豐富的經驗 而拍攝現在的彩色 即現在這個階段 我拍攝的彩色照片 就是完全是生活的一部分 已經是順手牽離 而是在創作的過程 沒有那麼痛快 沒有那麼多東西給我玩 因為我沒有黑房的階段 沒有了蔥菲林的階段 那種感情是沒有那麼深厚 所以當我看回我自己的黑白照片 我簡直是有肌肉之親的 那種感覺 是很實在很重的感覺 即是位置是很重的 如果人物來說 如果黑白 不多不少是把那個人 已經是再做過 即是擺在一個完全超現實的環境 或者把它變成一個單調的環境之下 它不多不少是跟真實世界 是脫了折 就變成隔遠了 黑白的人物 把它放在另一個位置 讓我們去另眼相看 因為過往經驗限制了我 我覺得經過這些機械方面的處理黑白 是不是我要求的黑白 還有層次的 我嘗試過的 但我試過出來的效果 我不是那些味道 因為我很奇怪 因為我喜歡那些又要很映像 又要很映像 又要很映像 很麻煩 即是我覺得黑白照片 是要我在黑粉裡做出來的 那種才是我的要求 所以我現在是不會用那些制 出來的黑白效果 因為我不會喜歡的 哈哈哈哈 在黑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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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黑白效果